民众一对情侣到美食卖场要买水蜜桃 但却不断地用手捏的方式来挑选 过程当中不小心还两度衰落水蜜桃 有民众看不下去出言自止 结果他们还呛说那你就不要买 事后民众把画面po上网 也让网友直说很没功德心 美食卖场水果区域前 一对情侣正在挑选水蜜桃 手里拿着一盒 但男生女生手上又都各拿着一颗 不断在比较 看着自己手里拿的又一直在看其他盒 两手不断又捏又换 动作好粗鲁 过程中还不小心两度将水蜜桃给摔下去 拿起来一直一直跳 然后甚至一直掉 我跟他说那个水蜜桃不能用手摸 可是你这样跳后面怎么办 他说那就不要买 民众看不下去出言自止 没有想到对方还理直气壮回呛 民众事后将画面po上网 引发网友起身踏伐 有网友就说没有水准 还有人说水蜜桃表皮被摸过的地方 很快就会坏掉 更有民众po出残痛的经验 说之前买水蜜桃烂掉的地方 全都是手指引 国民的基本观念 不可以说随便去触摸 这已经被捏坏了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买 而实际来到美式卖场 我们就实际直击 真的有人用手去碰 但其实一旁都会有戴着 蓝色手套的工作人员 如果民众发现水蜜桃有瑕疵 可以请工作人员协助帮忙替换 只是民众当下就向工作人员反映 卖场却是消极处理 认为就是美式卖场的退货机制 太过宽松 才会导致有许多没有功德性的客人 记者叶家文 陈时杰 台中报道